你怎么会养火鸡当宠物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家里养一些比较小型的鸟 比如说小鹦鹉 还有八鸽之类的 然后我就很羡慕别人可以抱抱他的宠物 所以然后台湾我就要养一只很大的鸟 就要像拱一样大 所以最后就养了火鸡 养了火鸡 那你可以养狗 养猫 我喜欢鸟 你喜欢鸟 OK 吓死我了 所以你最早开始养宠物就看到火鸡 还是有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捡到一只鸟 怎么办 你最早为什么开始养鸟当宠物 一开始我是 我先把他抱过来 对 你应该先把他抱起来 好喜欢你 真的吗 一开始 一开始是去我是联络就是桃园那边有一个宠物农场 然后本来我是想要养鸡的 结果因为我联络他们的时候刚好他们就开始有入火鸡 然后我就觉得火鸡应该会更大 所以就最后就变成养火鸡 是火鸡怎么养 火鸡就是 像我的话比较像是当他当成是猫猫狗狗在一样 不好意思他头上没有毛是因为你常常这样做吗 没有 他是秃头的他天生是秃头的 那养鸟的话最大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会大小便没办法控制 是 对啊 因为他们在野外他们需要就是减轻那个体重嘛 所以他们是有一定的量就会排出来 是 所以他们大小便就没办法像猫猫狗狗一样去定点去训练 所以我就会让他穿一个就是尿布 哦 ok 好他有穿尿布 嗯然后就可以就是解决就是家里会弄得很脏这个问题嘛 好 那其他的话其实就跟一般的猫狗差不多 ok 嗯 可是火鸡这么大养在家里不会很麻烦吗 嗯 可能我很喜欢他吧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特殊麻烦 好 所以你是抱着他睡觉 嗯 他是他以前他有一个自己睡觉的帐篷 嗯 不过因为最近我家里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有点像卡刀阴 火鸡卡刀阴 没有 是我啦 因为我一个人住啦 然后有一天我醒来我就发现隔壁站了一个人 那人看起来就有点半透明黑黑的 然后有点在抽搐 好 那我就没有很正眼去看他 然后之后那个晚上在睡觉我就觉得很不平安 啊 所以后来我就就是变成火鸡就陪我一起在床上睡觉 就没有说是可以驱邪啦 只是因为他睡在我旁边我会比较安心 比较安心 听说你可以跟火鸡沟通 沟通就还好啦 因为其实鸟他们是比较用声音来互相就是沟通嘛 是 那他平常在叫的时候我可能会回应他一下 怎么回应 回应我比如说他平常是咕咕咕 还有他会哦哦哦这样叫的时候 那他叫的时候我就回应他一下 因为鸟这样叫他可能没有特别的意思 他可能只是就有点像亲个喉咙的 对也有也有是这个意思 而且就是说我在这里哦 我还好吗 你还好吗之类的 那你你回应他他就会觉得哦 你有回应我我没有沟通哦 那问一下火鸡蛋平常吃什么 他平常哦他主要的吃就是啊 鸡翅料 然后还有小米啊 面包虫干啊 还有果仁之类的 都是五股杂粮比较多 因为火鸡是扎实性的 然后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说让他吃扎一点 对他的肠胃会好一点 我听说就是动物看医 看医生很贵 嗯 多贵 因为他没有健保卡啊 对啊哦 比如像我第一只火鸡 他那个时候是因为啊 他卡蛋 卡蛋就是他生蛋生的时候 他可能因为 因为难产 对有点像这样 因为他们的产道跟他们去变变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 然后他那个蛋生出来的时候 他有点脱缸 所以那时候就去医院就做手术 后来又发现他胃里面好像吃了一些小金属 然后又要做一个小手术 放一个小导管进去 然后把东西夹出来 那那一阵子要可能要住院啊 还有要吃药 要洗伤口啊 那各方面加起来可能看个小病就看了大概两万台币吧 OK 因为他没有健保嘛 所以其实就 其实看医生又多贵 就根据医生的受费啊 还有就是那个 病啊或者手术的复杂程度 火鸡需要洗澡吗 因为我女儿养过宠物 然后其实我觉得养宠物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不要叫爸比来帮你处理宠物 比如说要帮他换那个便盆 然后帮他洗澡什么的 火鸡需要洗澡吗 还是火鸡发现你帮我洗澡的时候是不是 你打算把我处理掉了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其实你让他从小习惯就好了 因为他会害怕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想对他干嘛 只要小时候让他习惯了 其实他就不会很大的应急 就比如像他嘛 他其实如果全心全身去洗澡的话 其实一到两个月洗一次就可以 因为他不是水鸟 那屁股就会每天洗 因为屁股有闷着那个尿布 那因为从小我就是这样帮他有这样的训练 那他习惯了其实他都不会 ok 因为我帮他洗完屁股 还要帮他用那个吹风机把他的屁股吹干 所以其实你从小让他习惯有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不会有很大的应急 他甚至如 比如我帮他洗完屁股擦完屁股出来 他会自己跑去那个吹屁股的地方 对 他自己知道 对他知道 好 那养那么多动物里面 你觉得火鸡算是你养过最有灵性的动物吗 最有灵性 对 所以灵性就是动物知道你在想什么 跟你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像比如说我大哥 我大哥养了一只猫 这是我看过长得最丑的猫 对 可是他 长得最丑 对对对 真的有过丑 真的 那个猫 那个脸看起来就很忧郁 心情很差这样子 就台语就鬱嘴你知道吗 他有点鬱嘴 就看得很鬱嘴 很辛苦 但是那只猫就很有灵性 然后他会 有时候我们出国 然后就当然先请别人帮忙养 视讯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猫会哭 对 他会就是 你看他磨蹭一幕在撒嬌这样子 火鸡会跟你撒嬌吗 会啊 比如说有时候我在 因为其实我很宅 我一般都是在家里 但是我在家里有时候就可能会 看看书 然后我会画我的插画 然后他就会在我旁边就是蹭来蹭去 他可能会把那个头放在我的大腿上 或者在那边甩我的袖子之类的 他会想要你关注他 所以这种地方的话就会觉得他们很可爱 OK 问一下 就是我们说养猫养狗可以训练吗 那鸟可以训练吗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当然要看他的心情 他如果有食物在我的手上 他会比较乖 是 那有食物在我手上的话 比如因为我一定规定他要在自己的笼子里面 去吃饭 还有喝水的 那我拿着他的食物 然后我会讲粤语的进去 然后他就很快的就进去 那平常像我现在没有食物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很想 情绪比较不稳定 没有很想要理我 OK 没有吃的 我们说这个树山鸟 你是画插画 那可以我们说现场帮我们画一个 比如说英俊帅气的男生长什么样子 好啊 那我先把他放下来 好好好 进去 越语进去怎么讲 但是没有地方让他进去 好 你好 那我现在就画吗 是是是 好啊 谢谢老师 老师你可以看着火鸡 然后我看着你就好了 他其实现在算是很 很 很放松 因为鸟的话呢 他们是放松的情况之下 才会就是帮自己礼貌 是 对啊 所以他 他很喜欢你啊 真的吗 我这个算老少先议啊 连动物界都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样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眼神并不太友善 那个眼神会觉得这块好吃 这块好吃 他如果生气的话 那个头会变红色 生气的话头会变红色 嗯 因为冲雪嘛 OK 我没有要乱回啊 老师今天的午餐有吃鸡肉吗 我今天午餐吃泡面 哦 那很好啊 没有吃他的朋友 可是我在嘉义读书的时候 我们常吃火鸡肉饭 真的哦 因为嘉义 台湾嘉义最出名的就是火鸡肉饭 OK 而且我们那时候在那边 读书学校的火鸡肉饭 一碗才二十块 我有试过跟他在街上逛的时候 遇到过嘉义人 然后他们说我第一次看活着的火鸡 那他有跟你分享就是这个要怎么吃吗 我没有耶 因为不对啊 像你们香港很多人信基督教天主教 基督教天主教都有 对啊 所以你们感恩节在吃火鸡的时候 他在旁边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吗 但是香港比较没有这个吃火鸡的习惯 对啊 所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也有偷吃一次 因为我很好奇 是 是什么味道 那结果口感呢 结果口感好像觉得跟鸡肉也没有差很多 所以就没有说 没有再继续吃了 因为回到家也会觉得有罪恶感 可是像你养那么多这个鸟类禽类 你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不吃鸡肉啦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好耶 我可以把它们分开 就正如有些人 我在吃的时候也都有分开啊 没有啦 鸡翅归鸡翅啊 鸡腿归鸡腿啊 我也都把它分开啊 正如很多人小时候有养过一些金鱼啊 那他们也会吃鱼肉啊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分开啦 OK 对啊 快化好了 对啊 快化好了 嘿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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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满像的 我们再帮他点一颗字就更像了 有没有 再点一颗字就更像了 嘿嘿嘿 你要自己点还是我点 你来你 哦哦哦哦哦哦 他想点耶 他想点耶 嘿嘿嘿 他说他爱你啊 OK嘿嘿嘿嘿 我有老婆你不要这样子 他可以帮你现成点一颗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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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看这个 字点上去就更像了 岂有此理 嘿嘿嘿嘿 如果把头发再弄了卷一卷 有沒有 他就像张融卫了